一声雷响,所有的孩子都仰望着天空 他们把所有能装水的容器都拿了出来 但一滴雨都没下 在这个黄沙漫天的地方,水是最珍贵的 这里已经三年都没有下雨了 他们唯一的一口井水源也寥寥无几 每天打水的村民都排着场队 而打到的水也只能勉强勾喝 他们都不舍得洗脸 尽管环境再恶劣,但孩子们的教育却不能少 张美丽是这里唯一的老师 她的教育水平有限 硬是把千里迢迢读成千里昭昭 幸好城里的夏宇老师来当志愿者 这才把错误纠正了过来 千里迢迢 千里迢迢 最后,孩子们还用千里迢迢为夏宇造句 看见淳朴的孩子们 夏宇也很是感动 张美丽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她把最珍贵的水给夏宇洗漱油 可当夏宇看见带有黄沙的水时 她不好意思拒绝 就随便洗了两下 就要把水倒掉 这时,却被张美丽赶紧拦下 她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 一边给孩子们洗脸 一边说,沾夏老师的光 给你们都洗把脸 最后,剩下的水再给驴喝 当夏宇第一次喝这里的水时 她差一点就要吐了 第二天,夏宇起床 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 正在修房顶的张美丽告诉她 你回头就看见了 当夏宇看见衣服的那一刻 她顿时傻了眼 因为她的衣服都是进口的 需要干洗 可这一下都被彻底洗肺了 她对张美丽大发雷霆 我告诉你张美丽 击货我的东西 不击货我的鱼饰 你不认得到你千里没有 张美丽不知所措 原本好心却办了坏事 她伤心地坐在房顶 迟迟不肯下来 夏宇感觉刚才的情绪有点过激 就向她赔礼道歉 最后还把洗大的衣服送给了她 还为她精心打扮了一番 而在张美丽心里 她害怕自己做错 夏宇就会离去 她流着眼泪说 夏老师 只要你高兴 那咱们都成 看见这么淳朴的张美丽 夏宇也被深深地感动了 第三天 他们两人配合 用脚踏风琴伴奏 唱着英文歌 在他们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夏宇还细心地教着张美丽英语 只是英语对张美丽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这时 夏宇说 要是有台电脑就好了 只是一台电脑就要四五千块 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于是 张美丽就去找了村长 但村里最多也只能拿出来三千块钱 其他的就让她自己想办法 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无奈的她就去找了村里的首富赵老板 只是遭到她的故意刁难 非要让张美丽干一瓶白酒 她才肯赞助买电脑 没想到张美丽没有犹豫一下 拿起一瓶白酒就喝了起来 她心想 为了孩子们的教育 喝一瓶白酒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全场人都看傻了眼 这一幕也被夏宇看见了 她又感动又心疼 就这样 学校终于有了电脑 孩子们都非常认真地学习着 只是夏宇 还是喝不惯这里的水 隔天天没亮 张美丽就带着孩子们 走了很远的路 去了车站 原来 他们想捡橘子皮 给夏宇煮水喝 当他们看见墨镜男 把橘子皮扔在地上 都一拥而入去捡橘子皮 却被墨镜男 误以为是来抢橘子 张美丽见状 直接冲过去护着孩子们 但她没想到 这个人 竟然是夏宇的丈夫 她是来接夏宇回家的 隔天 夏宇就和张美丽道别 可张美丽 却让她喝完橘子水 再做打算 紧接着 又拿出一筐橘子皮 说这些橘子皮 够她喝一年的 夏宇再一次被感动了 她决定留下来 每天除了给孩子们上课 闲下时 他们还在一起做游戏 给孩子们带来了 很多快乐的同时 还让孩子们 学到了很多知识 很快 一年就过去了 夏宇也到了 该回去的时候 她邀请张美丽 和她一起去北京看看 孩子们都来为夏宇送行 还送给她自己做的小礼物 并且还一路护送她们 不愿意离开 张美丽也舍不得孩子们 她想放去去北京 夏老师 我亲了 帮我走 就这样 他们都来到了北京 孩子们看着车来车往 都不敢动 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随后 他们去了商场 面对这里的新鲜事物 他们都很好奇 因为没钱 他们只能在游乐场外面看着 这时 老黄说她请客 只是有一个条件 她让王大和去驴叫 老黄开心地嘲笑着 张美丽不甘屈辱地 把孩子们都叫了出来 她训斥了孩子们一顿 让他们好好学习 将来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 说着说着 她自己先哭了 靠上去 他们傻的 不都是靠上去 对不起 此时孩子们都流下了眼泪 他们深知 和城里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唯有好好学习 才能走出大山 才能不被人笑话 才会被人尊重 为了帮助村里致富 夏宇还请了郭老板吃饭 最后 郭老板先给了张美丽五万块钱订金 准备长期收购他们村的土豆 并且还让她当负责人 临走前 夏宇还请他们好好洗了一个澡 看见这么多水的孩子们顿时就惊呆了 他们从来都不敢想象能在水里玩耍 离别时 夏宇想让张美丽留在北京 可她不舍得这些孩子们 最后 张美丽带着孩子们回家了 夏宇还给他们买了新衣服 还有新书包 这一天 张美丽去城里送土豆 由于过度劳累 就在车上睡着了 拖拉机经过火车道时 突然熄火 但随着火车的鸣鼻声 拖拉机被直接撞翻 张美丽受了重伤 进了医院 夏宇收到消息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医院 当她看见张美丽虚弱的样子 她的心都快要碎了 张美丽说 自己这一辈子 啥都不成功 就长了一双大脚 脚大 心也大 夏宇安慰着她说 心大的人 志祥大 张美丽却说 她的志祥 都在孩子们的身上 最后她说 人来到这个世上 是哭着来的 她走的时候 要笑着离开 花音刚落 一阵风吹过 张美丽 永远地离开了 夏宇崩溃地 哭了起来 她来到黄土坡前 一月而下 她本以为不再回来 因为张美丽的离开 夏宇 想帮她完成心中的梦想 她决定 留下来给孩子们 一个光明的未来 少年强 则国强 一个国家的少年强弱 对国家十分重要 但在我国一些偏远山区 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 都比较简陋 在师资力量上 也存在着一定的欠缺 从而导致山区的孩子 学习成绩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久而久之 与城镇孩子 拉开了距离 随着我国教育行业的 不断发展 教育行业整体上 出现良好的发展趋势 从而让更多的孩子 受到更好的教育 给孩子们 一个美好的未来 让每一个生命 都蓬勃发展 用教育 打造一个美丽的人生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